封闭的环境 严格的军事训练 赖世雄进入阵战学校后 还一度想逃跑 原本是联考落榜后的无奈选择 却意外地让他接触到 影响往后人生的英语 利用拔草出操的时间 背单字及其翻译校长训话 赖世雄毫不在乎 旁人异样的眼光 他下定决心要学好英文 一群西点军校的同学 他们到这个正在学校来 学校的安排就是说 这个新闻系的同学程度比较好 所以就安排这群西点军校同学 到新闻系来 你们新闻系程度真的比较好吗 理论上如此 实际也正如是 到目前为止听说还是这样 那么我们就安排过来了 就是到我们新闻馆 我们每一个年级 是三百多人 但是新闻系里达是十六个人而已 十六十八个左右 所以我们这个新闻馆里头 从四年级三年级 一直到一年级 这些西点军校 一直排开 在讲台上跟同学互动 学长们都没有人讲话 一直到我们一年级的时候 我们班上出了一个妖怪 就是他影响了我一辈子 那么他就站得起来 用很流利的英文讲话 当时我就一直这么搞 多了一个老外 一看 哇 怎么班上一个同学 大概对答三十分钟 他们走了之后呢 我们大家一拥而上 都说了不起 可是我就一直等 等了大家散开之后 我就问曹同学 我说曹同学 我现在来得及来不及 我刚才你英文讲得好棒 我希望能够跟你一样 他笑一笑 当然来得及 如果那时候曹同学回答你说 你没有那个生长环境 没有那个条件 所以你可能不行 你就会算了吗 我不会算 因为我说过了 我比较喜欢有一点点的虚荣 因为我在小的时候 不是为了空军子女学校 他们可以穿学 我再转学 那我那个时候 学英文的时候 一个动机 我就想 我说能够跟老外讲一两句 人家看说我会讲话 那就不得了这样 所以当时我并没有 胸无大志 心无大志 就是这一个小小动机 好在曹同学 他就 他也蛮有耐心的 他说你英文很破 所以你就干脆呢 就从所谓的 零 零开始 零七点开始 就买了一本书啊 百成书籍出的 我到现在还记得 中美五周绘画 这本书呢 这个书皮是红色的 这是鲜红色的 我到现在好清楚 他买这本书 就给我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次 拿开这个书的时候 打开的时候 我还是有点生气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他 Lesson 1 Greetings 就是第一课 问候语 第一个就是 How are you 第二是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下面就这几句话 就没了 他说 我说 我说英文很差 但是我 我说这几个字 我懂啊 我要讲讲流利的英语 他说 你念念看吧 我那是在乡下长大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的 米南语后 讲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讲的是 Lesson 1 Greetings 就这样下来 所以你 你第一个字 都念不太好吧 所以就开始 就压压学义 我买了这个 当时的田士贤教授 稻田的田 士大夫的 这个士大夫的士 这个弦 弦能的这个弦 田教授的 做的这个录音带 这个不是一个录音带 这个大盘的这个唱片 那时候还没有卡式录音带 我就开始照着他来学 我把这个 真的把音标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把它搞动 跟你那时候听唱片 那同学 别的同学 都在旁边吗 他们很快就给我取一个外号 叫苍音 什么意思要这么苍音呢 就是很烦的 第二个最主要是我后来 我蛮喜欢这个外号的 那就是 我哪边有老外的地方 我都像苍音一样飞过去 所以那个时候 我觉得小时候 种种的一些 被人讥笑啦 不要脸啦 或者这样子 长大之后发觉 勇气十足 丢脸无所谓 你练会了几句绘画 你要用得上 不然有什么乐趣 其实要用得到 这用得到 就是所谓的虚荣 就是你必须要出风头 在学语言这方面来讲 所谓的show off 是一个很棒的鼓励 我很快地就跟曹同学啊 就是 就到了这个 复兴中学的这个 邪对面 应该是旁边 有一个教会那边 人家接触到老外 你平常所学 你要用出来啊 如果你不用出来的话 你真的是说 你就没有这种激励作用 不过话说来 第一次跟老外接触 你原来所背的这些东西 所实况自己弄出来的 全都忘掉 因为紧张 害怕 那个表演呢 就 没有用了 完全没有 老外 他随便讲 How are you doing 你好吗 我们学的是 How are you 他嘴巴上学的是 怎么讲的时候 不太一样 那是蛮难过的 再加上在 坐的那个地方 看了其他那个 所谓的 主日学校里面 那些其他的 高中中学 能够用英文跟 这些牧师他们讲话的时候 很有挫折感 所以在学英文 他一定有挫折感的 而且你常常怀疑 你是不是有这个细胞 我也会放弃 我曾经也是 曾经放弃过 可是后来就想想看 学语言呢 要辞职以恒 我曾经改学过日语 为什么 就是因为受到 这个教会的 这些年轻的同学的影响 怎么他们都可以学得好 再加上我犯了一个大错 我当时这个牧师 我觉得我也很感谢他 因为牧师在跟同学 在聊天讲英文的时候 讲了好笑的事情 大家都会笑啊 那我也跟你笑啊 这样 那个牧师一看 你这个笑声不太一样吧 这样 他突然间讲 请问你笑什么 用中文讲起来了 如果你不懂 不要睡边乱笑 那样子对我们这个至尊 是年轻十八岁 十八岁出头这样子 很强烈的 有电视吗 电视那个时候已经有了 没多久 大概五十八年后 中视就开始有了 接着然后就是华视 那那时候可以看得到外国影响 有有有 这个很有意思 开始一股脑 就是读英文之后 然后就开始 大量的学会话之后 开始非常的喜欢 他跟外国讲话 不怕羞不怕丑 同时不懂 一直要问 问到懂为止 不再装懂了 这样 受了那个惨动的教训 就然后接着 开始大量读阅读 在阅读之后呢 然后接着就很快的 就喜欢看那个影片 在影片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 当时的一个叫 很有名的影片 叫Combat 叫勇士们 黑白天这样子 那常常我都叫我弟弟妹妹 然后回家的时候 坐在前面 他们看电视 他们喜欢看 我就在设文机的旁边 这个电视机旁边 然后就开始这样讲 他刚才是讲这句 是不是讲这句 这样做翻译这样子 你用听的 你不看画面 不看画面 然后他们看画面 上面有中文字幕 对对对 在对照你 对对对 他们常常讲 烦了烦了 够了够了这样 然后为了这一点 我还处罢我弟弟 他们在看电视 你就叫他们当教队 那时候在别的同学眼中 你像神经病吗 对对对 像神经病 那个时候就学疯了 那有一个好处 那时候我在走路 一边走路 边这样子讲话的 所以就生人回避 旁边都 甚至坐这个公共汽车来 人家都会让位